嗨,大家好,我是花枝小杯 沈老师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开始了,猜 是一小袋棒棒糖 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哇,这是一个小球球造型的 你们看看啊 这个小球球有点似曾相识呀 好像是在海洋馆里见到过呢 它特别像是海豚的嘴巴 嗯,顶着那个球呢 你们想起来没有 我看你像个海豚 我要是海豚呀 我可高兴死了 每天都可以游泳呢 噔噔,你们看看 哇,有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呢 闻着没有什么味 哎哟,好酸呀 一股特别浓烈的可乐的味道 嗯,还有一股特别酸的感觉 嗯,除了这两种味道之外呢 就是有点甜甜的 嗯,我记得我们在海洋馆里 看海豚表演的时候 那个球啊,就顶着它尖尖的嘴巴上面 嗯,它可会顶啊 而且那个球啊,不停的在转呢 哎哟,看我这手指了 哎,怎么顶也顶不了 嗯,还是不学海豚呢 嗯 我觉得这球啊,不仅味道很独特 而且这造型啊,还特别有创意呢 嗯 每吃一口啊,就好像是在喝了一大口的可乐呢 特别的舒畅 嗯 感觉这气啊,从嘴巴里面往鼻子上面涌呢 嘿 哎,要是哪天去了海洋馆呀 我要拿上这个糖去逗逗海豚呢 嘿,让它也尝一尝 那岂不是更有意思 你们觉得呢 哈哈 好漂亮哦 好了,那我们本期三色球可乐味棒棒糖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